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不算神奇 我不跟他宣传 因为他是不用吃货的直销 是我亲眼见过的 其他的我不说 我亲眼见过的那部 首先第一个 介绍这部 给我的朋友发责了 我亲眼见过 我亲眼见过的那部 令到很多痕瘟了十年二十年的病人 我亲眼见过的 一般中风的人可以在极续康复 神职 为什麽我的朋友能够买了那麽多楼呢 他最主要就是 我说过这个故事 他是一个好想崩州的厨房楼 在香港绝对搞不定 他老婆新移民 他经常去做直销 他老公经常说 你会被人欺骗的 直销就会被人欺骗的 他老婆一次就弄了这部机会回去 他老公白无聊乃 失业在家里看 正合得这么巧 飞机撞子要 其实他就是学功夫的 其实我这个朋友我不说了 他现在的儿子在香港国术界 都很出名 打男拳的 很出名的 打男拳的 香港也最多人玩的 其中一种 硬条硬马 神官太那些 赵志领 那一类 他学过铁打 那些 穴位 结果他把那部墨充机 发挥到淋漓尽致 於是他帮除了病人之外 因为他住在沙田 只是威尔斯医院 那些医护 因为我上过去那里看过 那些客人多到不得了 原来医护很多勞损 你想象到的 两个女生 就是换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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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勞损 那他就用 按摩 通月位 那些 就是这样来赚钱 因为他放一部机 他懂得月位 最后 那家 那家 是医療級的 在日本 那家公司也派人来看 那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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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未用到那家公司 那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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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未用到那家公司 那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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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那家公司 又充実 那家公司 即就是这样 我就是想说 那 249 是不是一部 那一部 我不知道 一部 但呢 我 liksom 是 的 但是 你不要这样 那只是想 Dri get$449 你只想够 那套骨 很舒服 我們買過波夜li 再买了 波夜li 在那个 在排便打算 以前599,加249,就是400元,600多元,哇,這一套真是絕對雙招, 好了,還有一個,我每天都要說一段這樣的說話, 警方非常重視人員的措手,任何人員, 光泛違法行為,警隊絕不容忽釋, 絕不容忍和孤釋,定必嚴正處理, 每一天都有這些,不是我們特別找的, 這次不是偷人的車,或者是罪駕,或者是非禮強丹, 這次是重大膽,他死了那麼蠢也有,輸了那麼, 一名男警在今年4月涉嫌處理一宗刑事案的時候, 向疑犯討稱,受害人肯和解,不過要綠皮植, 當然是他自己舔的,他說過藉口而已, 這個案中疑犯就報警, 警方在新界南總區重案組人員接手調查, 第二天上午就拘捕警員,27歲的男子, 屌你老母,你可以蠢得這樣, 他吃著想著,你現在被告狗,你夠膽報警, 這次不是休班,是當直警, 其實這件事,類似這些案件,我們有說過的, 但這件事是很荒謬的,很典型的, 戲都不做, 今年,警方表示昨天, 經過調查和諮詢法律意見之後, 藍指已被控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以及一項棄同欺詐罪,交替控罪, 其實呢, 交替控罪的意思就是, 其實我覺得連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也不應該直接就是欺詐, 今天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 被捕男子是一名警務人員, 被停職的, 據說, 這個警員是隸屬沙田警區, 當時處理一宗強姦案, 消息指, 被捕男警處理那一宗強姦案, 這對男女原來是喝酒認識的, 旗下就打贏, 女事主事後報警, 就說被強姦, 沙田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之後, 這個人就拘捕案中男子, 徵詢法律意見之後, 認為未夠足夠證據, 指控有關罪名, 其實就應該要放人, 其實就應該要放人, 被捕男警懷疑和利用案中男子, 不清楚調查進度, 他不知道, 我真的為受害人願意金錢磨解, 就向他拿六皮, 涉案疑犯呢? 這麼奇怪要拿六皮, 就沒有支付任何款項, 以及報警, 為什麼呢? 刑事案是否 你讓六皮的女孩子 就可以搞定呢? 是不是可以亭外和解呢? 這個疑犯可能有些, 聽給你買一口, 也有些法律常識的知道, 不是說那邊和解, 你說台灣的不熟悉法律, 不是說你們弄得好, 我講台灣有台灣, 我常常見到, 有這樣的情形, 好了, 現在他說要六皮, 於是他未必是好, 他未必是想的, 一定是這個阿Sir, 不是, 再報警, 當然, 這就出現了, 尤其我講的情緣, 警方非常重視人員行為, 你媽媽, 是27歲仔, 還要是幾皮, 你拿都拿多一點, 請你回來犯法的? 你媽媽, 我想問, 當我幾年差, 什麼時候請回來的? 喂, 你倆, 你那時候, 又捉了那些警星, 又這樣又那樣, 請人, 不可能不知, 請了那些人這樣, 是否入職八年九年, 還是入職三兩年那些? 這個是執法部門, 還是犯法部門? 天天都有的, 喂, 蕭澤儀是否要問責, 正式來講? 當然要啊, 當然要啊, 立法會, 立法會是否起碼要? 蕭澤儀, 喂, 樹大有枯枝, OK, 我們當然明白, 一定有的, 不能夠, 你不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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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採取過什麼措施, 我告訴你, 為什麼? 因為紀錄部隊散了, 甚至乎因為公務員團隊散了, 大家沒有心機, 嘻嘻嘻嘻, 那就越來越, 為什麼呢? 做事啊, 阿正, 我想我們明白, 大家都明白, 除了你找我們胃口, 就是胡口之外呢, 我們其實都會很著重那個, 榮譽, 不要說榮譽, 起碼受人尊重啊, 是不是啊? 喂, 問心那句, 除了現在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撒了一架車, 我不夠貼地, 除了, 大時大直, 我們劍此府附近有很多警察, 平時我連警察都不說, 在街上, 一天就看完這些新聞, 老實說, 警察要緩回, 首先現在要走第一步, 至少你不要, 臭屎密監, 犯案這些, 必定嚴正處理, 此其一, 但是其二, 其實呢, 對任何事件都應該是這樣, 警察為何被人叫黑警這麼凄凌, 你們認為沒有不公平, 市民看都覺得不公平, 你說, 喂, 我們很慘啊, 因為譬如上面那些政治行為, 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就不要求那麼高, 我只是看看, 大家可以上網看看, 烏克蘭, 看看委內瑞拉, 看看你們的警察如何, 至少有, 當然不會全部, 這個世界上, 沒有無緣無故的, 我也沒有無緣無故的, 我也很想, 我也很想香港, 老實說, 發生了的事情, 就不會不記得的, 但是呢, 都很想去, 好好地走下去, 喂, 當時, 譬如, 林鄭沒有做, 你這個, 阿超哥, 你有沒有獨立調查委員會, 這些是香港從來的制度, 為什麼不能做呢, 為什麼沒有人提過呢, 是不認識, 都有人認識, 阿超哥公務員架構裡面, 屌你老母, 是不是真的上面夾得那麼緊呢, 還是你們關人家的事呢, 唉,屌你老母, 真是, 真是香港人何其不幸, 好了, 這件事沒有什麼好說了, 乘客落馬州搭紅的去元朗備居, 老實說, 在落馬州, 有紅的和綠的, 這班乘客, 其中有男友女, 阿哥, 姐姐和弟弟, 和弟弟的女兒, 主要就是那個侄女, 這個女人劉慈蓉, 就是這個乘客, 那個侄女發燒, 上去這個博愛醫院, OK, 好了, 誰知道去到那時候, 沒有陸的, 因為那個女兒發燒, 要去博愛醫院, 所以他就折隔紅的上去, 誰知道, 司機就說, 蛤, 你不要博愛, 立即就說自己不舒服, 他沒有這樣, 就說自己不舒服, 就叫他折隔紅的, 然後叫他折隔紅的, 那為什麼要在現場呢, 因為當時已經爭執了, 譬如, 那個弟弟, 那個老弟, 那個老弟, 司機就說他弟弟屌她的老母, 那個弟弟肯定是有語言衝突的, 黑的, 那之如此類, 好了, 當時那個女人報了一個侄女, 上去陸的上去的時候, 這個的士司機, 紅的的, 還去截住人家, 不讓人走, 為什麼? 因為報了警察, 警察來處理, 好了, 那就是什麼? 首先呢, 人情同道理, 紅的是哪裏都要去的, 但是呢, 劉慈勇說的, 或者他們也知道, 紅的是想出九龍的, 但是因為綠的的隊伍很長, 那裏都沒有六的, 那裏是發燒的, 於是他們招商紅的, 紅的那個當然不老禮, 可能要排一段時間, 我明白的, 但是你老母是, 按照這個法例, 排價也比較貴一點, 沒有辦法的, 要麼你就蓋旗, 如果不是的, 你就要去, 嘗, 舊上罗馬洲, 去搏外條子旗不算很長, 但其實都不近, 因為新界的地方很大, 另外, 服務性行業, 我在當你內心, 人家抱著那個小女孩 不舒服的 她說你沒有私家車 你有空就馬上去吧 莫公說你懂事司機啦 然後 劉慈蓉 或是他的弟弟 是不是會說 你是不是拒載啊 我不排除有的 但是 你真的拒載嘛 你還那麼拒載 不讓人走 等警察來 惡到這樣 看一段影片 法官說 她沒有屁你老母 因為她很想說 因為很多人會買這件事 被人屁你老母當然很興奮 她還說你 糟糕了 她也曾經稱呼那個司機機 大佬 我女生就是這樣 你怎麼那麼糟糕 法庭就認為 都算是粗口 不過是溫和 糟糕了 哪有粗口呢 其實 法庭多餘啦 你問我 含家產 也不是粗口 含家產 當然不是啦 但以前含家產 含家領 都是在電視上有的 是粗口而已 OK 你真的硬要說是粗口呢 那些人認為是 小狗爛賊鞋 吵狗賊鞋 你問我 吵可以是粗口 狗賊 賊鞋 也不是粗口 你這樣有東西要說 什麼形容呢 沒有東西的 所有人都會有狗狗賊鞋 是的 你極其量罵人 就是那些人 很offensive的動作就是 吵戰 要不然 吵你也有什麼所謂 其實有些人說 你的威廷跌了 其實有沒有說笑的 我怕我不說粗口 跌倒得來 老實說 說真的 你能做的士老 他又說自己不舒服 又看回片 法官說 你很舒服 又沒有錦旗 一說那個地方 你就說不舒服 還說 沒有辦法拿著五條人命來冒這個險 又反問他還自己上庭 你為什麼要自己上庭呢 因為他真的覺得自己很笨 可能人家是辣到你的 我不排除 你弄錯了 你這樣上來 你都好聲好氣 他一定是這麼說的 真的跟朋友 你好聲好話跟我說 那個小女孩這樣 我都不敢 還這麼吹 可能真的辣到的 但是 你最後都會想 喂 我不得到處去 沒有辦法 還有人家真的心急 其實體諒客人是沒事的 好了 為什麼會自己上庭呢 除了沒有錢請律師之外 他真的覺得自己是理直氣 還要去洗掉律師 我沒有做錯 現在就不是很麻煩的 罰款四千元 還有停牌一個月 我認為 一個月 始終是不需要阻礙他賺錢的 也是合理的 但是 如果再犯 又或者這些案外之後還有的士司機 你就試試停牌半年一年 你就試試收監 甚至乎 看看夠不夠膽 當然啦 如果在普通法來講 就很難去到這樣的 但是你都按鈕啦 無端端一個月就沒有吃賺 是不是 好了 接下來這一段 就不算是甚麼新聞給我看到 我也 想跟大家說一下 看到有媒體訪問王宗堯的太太 為什麼呢 因為 黃宗堯2月 正式入冊 正式入冊 234567 剛剛半年 2月1日入 那麽 她的壞事呢 就是七一闖外法會判六年兩個月 她的太太 就出來接受訪問 在半年之後 她說 第一 先生就很難過 然後 他們養一隻貓 又去過生 而他們本身的小食店 上個月宣佈暫停營業 HAPPY BELLY 暫停營業其實就不關他們的事 是因為跟他們一起合租 即是一起合租 那間叫 什麼事多 不是永年 有理兵室 有些租務 和業主可能交不起租 結果 他就被 指 沒有租交 沒有供供資金 沒有出糧 甚至乎有人說 我不知道 有理兵 因為他全線停營業 那你第一 HAPPY BELLY 配合 一起租 你沒有理由背負 所以 他就暫停營業 直至離人通告 你說他會不會再開 我希望他盡快 找到一個地方 可以再開 亦都希望 有關方面 我相信不會 不要做那麼多小動作 是不是香港人 就算我 首先我不要說什麼 你問我 這宗案 你問我 就算他 因為有兩條罪 交替性控罪 也是 一條是暴動罪 一條是 非法闖入立法會 非法闖入立法會 只是很輕盈的 可能 罰錢 或者一個月 那些 總暴動罪 老實說 你問我 就算你問我 用最 緊的 暴動罪條例 來看這件事 因為黃宗堯是什麼呢 是當日七一有人 撥了一個玻璃 撞了進去 那些示威者 黃宗堯 據他所說 拿個充電給人 進去 幾分鐘 兩分鐘 五分鐘 沒有做任何 破壞 的事情 就算用最嚴謹的 暴動罪來看 要中 即是說他吃醉成 我覺得也是一個最輕輕的情況 基本上六年零兩個月 我就認為是很誇張 就算真的中 我不認為應該要中 一年 但是根本就不應該中 不應該告這條罪 這個 真是 新時代沒有辦法 我不會說是政治審判的 就算對比在2019年到現在有很多暴動罪 的情況 都可能 比這個case by case來說 是更加 嚴重而 判罰 沒有那麼誇張 為什麼呢 因為是 有人認識 更加要殺一警白 我希望大家記住Happy Belly 還有現在半年 我不知道 這個暴動案 又不能 早走 因為真的未必可以 你看看 新的amendment 23條那個 馬蜜現在正在上訴 今年10月 就會說上訴 不能早出來的 美國隊長 馬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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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雲